近日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牟旅紧贴实战 在南海某海域开展大场次高强度实弹攻击训练 进一步检验武器装备性能提升部队作战能力 早上七点随着本场指挥员一声令下 数架尖击机挂弹依次跟进升空 迅速完成战术编组飞向靶场空域 战机编队实施海上超低空隐蔽突防 向海上靶场快速抵进 在靶场指挥员的引导下 第一批飞行员迅速调整飞行姿态进入靶场空域 扣下板机对海上目标实施水平轰炸 首轮射击结束后 根据天气情况和指挥员口令 再次建立攻击航线 对目标进行航空火箭弹俯冲射击 打得好啊 一个小时后 飞机陆续返航 机武官兵与飞行员 沟通了解战机和武器装备状态后 展开冲田加挂等工作 完成再次出动准备 上午十点 数架尖击机再次接替升空 直奔目标空域 对海上目标实施新一轮打击 在靶场指挥员的引导下 飞行员调整飞机姿态 进入靶场空域 按下攻击按钮 触发火箭弹精准摄像把镖 随后 飞行员根据指挥员口令 再次建立攻击航线 对目标再次进行俯冲射击 中午十二点 完成实弹攻击任务的 数架尖击机陆续返航 完成实弹期间